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要增仓增单,赢钱给大家看的基金经理赢钱币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4年2月10日,星期六大年初一,新征头,朱sir在这里和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一年万事胜意,农年飞龙在天,最重要是身体健康,精精神神才能赚到大钱 我们先回覆盘,上星期两集有分析,主要提到纳指的大盘是万升,是一个阴升格局 只要做到这件事,整体结构问题也不大 我们回来这星期,看走势进行覆盘,其实真的差不多 纳指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缓慢的楼梯座,阴升上去 前日就做了一个相对比较高位,即是比上星期这么高的价格 而回看标准普依的话,它也是突破了5000点的心理盘口 也劲得很厉害,而星期三,跟随的影片,我们也提到了 主要是防防它,下星期开始的新年假期,或是农历这一边 总之中国人放长假一段日子,就防防它 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上落,去杀杀你 这个看法,我到今天都可能不会改变 所以来现在星期,我不是说一定跌,只不过叫它提防一下 那大幅度会不会有些异样,或者有一两个板块突然间 突然坐下它,在新年过了农历年,它震了你之后 然后就再存定,有机会是这样的走势 总结,整体我觉得其实都没什么太特别 可能是在农历新年里面,中国资金放下价格 亦都乘机或是在美国里面,可能说玩你那些亚洲的盘 说玩你,坐坐你一阵,它又不会因为玩你 亚洲的盘,玩到自己内伤的 做一些短期的波动,坐坐你一阵,然后又回到正常 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看的 那我们就做了个股的福盘 然后就讲主要两个股份,最近是Juice的话题 第一个就是孙正义,持有90% 然后刚刚公布了业绩之后,惊为天人 就爆声那60%的ARM 业绩已经出了,跌到阿妈都不认得Snap Snap的走势都挺像我们那些中外股 跌到都非常厉害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美股里面也很公平 牛市里面选错股,基本上牛市也不关你事 好了,我们去复一半的股票 首先就是特斯拉,就是Tesla 朱sir,自己的淡仓就平了 亦都是低位那里吃了一壶,有了那些记录 当然是记录证据给你看 打爆了那些只有口吹的所谓的keyboard fighter 我们中文亦作为健本战士 这个是OK,为反而反 这个样子都不敢露出来的健本战士 然后我们也提到Tesla 应该差不多会有些技术的反弹 我们看它2月中打后就会有些反弹浪 也可以观察它这两天 是否可以手稳到80元附近的价位 那么这个位置它开始淡了 其实我都觉得这个位置都似似的 当然了,我都说明先 以它现在fundamental的情况 我是不会买入的 你要反弹的话,你淡多少就由你去淡 但是始终在那个基本面里面 我觉得相对都会比较弱一点 而且特别在中国地区那里的 新能源汽车的恶性竞争 那个情况,而且老实说 在美国和欧洲的开局都不是太理想的 由于其实在市场里面 还有一个效应也都可以解释 为什么Tesla可能的走称率比较差呢? 就是因为在盈利表现 是弱于其他大量的股份 大量是有AI concept的加持 而这个AI concept 就不是concept 但是令到我们赚到盆满满 譬如说那些晶片股 和Megacap 就算是投了大量资源下去 去洗股AI concept的股份 譬如说好像是笔谷Soft 实际上盈利真的有提速 就变成了人力升得越高 而这个股值相反就越低 就出现了一个这么良性的 循环格局 但这种格局 在Tesla里面我们也看不到 因此由于市场 在每股盈利优秀的股份 有大量的选择 变相可以加速Tesla的偏弱 因为这个世界可以有资金 留走效应 所以这就是我对Tesla的 贯彻的看法 暂时相对都会比较保守 和偏蓝一点 都没有改变 我们也成功预言了 有所反弹的有机会 那你要反弹 不代表我要买这个反弹浪 我又不知你反弹多少 好 然后就去到Google 开Google的图 Google出业之前 本身都是客观看好的 不过他抄回上次的形态 抄回上次的形态 抄回上次的形态 业绩没有太多量力的料到 于是趁股价在公共月出之前 就在高位乘机被人 撒期权仓 撒一下 撒一下 我们自己是业绩后手做的 业绩前我们就不去博些期权 或是难得地撒下来 即是简称送钱给我 我们就在后段做 总之copycat 就copy一段这样的走势 那我们学校也有不少同学 也有Google的好仓 撒下来再勇敢地做 这个股价上 我觉得它会慢慢去填补 那个业绩 撒下来的整个下跌跌口 但时间 当然 不会太久的填补 因为这个价位可能多两天已经搞定了 那托子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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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Google如果再升一升 填補列后就开始有阻力,也不要有太大野心暴力地打上去 我觉得整体走势应该是这样 我借此也想说,虽然朱sir经常说期权,即是搞期权讲座 但有时一些特定的时候都不能完全无视正估的优势 好像朱sir这个早两天贴出来的,也有网友误会 这一只股份NBO,因为人们看到我赢了金码相对这么大 是去到港元7位数字的,很多人习以为朱sir一定是做期权 因此他反向推量以为朱sir买期权,单一只股份买到很大 俗称误解了这一只NBO是期权 但是有时你也看真些,看真些这张图其实是正股 所以说我们做期权不代表我们不熟股票,不代表我们不熟基本面 正正我们是很熟股票的基本面,我们才可以分得清楚 什么时候是做正股,什么时候是做期权 也想借此跟大家说一说 Google和Tesla都复完那本了,就到一些之前说下的东西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深度市场 又有黄度的大股,也有很多妖股还行 之前也说过客串是说过一只Trump Trump概念股 DWAC 这一只正宗是Trump Trump概念股 这一只正宗是Trump Trump概念股 说这个是有机会被Youtube行流的 也要小心点 好了,照说吧,不要紧了 再说这一次,之后再不谷本了 这一只DWAC 我记得我们当日说的时候,是他炒了两棍上去的 然后一大棍子,这样再放下来 我记得我们当日也有帖同学们炒反弹的仓位 即是拨他rebound的反弹 现在的妹妹又回到49元的位置 这一只DWAC 当然是妖股 你可认为他今年也会有一个间歇性 是很间歇性的 主题性的突击的赌博空间 赌博的意思是,其实已经超越了投机 即是不要说自己是投机 直接是赌博的,OK 但我觉得整体的技巧就是千万不能高追 千万不能高追 要让他回吐到那时候才可以留意 总之就是要左侧的介入 就不要右侧的高追 当然了,其实这个方向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其实这只股票始终是参与概念股 最简单就是说你去到总统大选 其实是去到11月 也做了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现在只是2月 现在在中间这么长的时间里 你难保他过了气,试了道气之后 回一回到这样 然后突击又说总统选举临 然后又炒上去 可能反复玩多你一两次 然后才是真正见大顶 然后就全部都散了 所以我都先说明了 这些股份到最后 是注定全部都散了 还是会不会是趁着 这么空荡的时间 做一至两次 往后左侧的机会 让你去留意呢 那么你自己是 训练炒股的能力 那么这些是要你自己看的了 当然啦 如果是一直都不炒股的朋友 那我们又同时看好 川普的概念 那当然是看好一件 亡道的工具 是什么呢 就是道指导宗 上次也说过了 那次我们提到过 道琴斯指数相对来说 是比较稳健 但是它是非常之好 缓慢地是非常英俊 你上阳是跌也不跌的 因为它的特性 就和纳指不同 你看到图图了 过了半个月 道指又阴下阴下阴下爬上去 我自己都相对来说 是继续看好 会不会上到四万点 其实机会都不小 只有一步之遥 反而应该就是去留意 它之后四万点的形式 就是上四万点的形式是怎么样 那这个反而来说是比较重要 到底它是好似现在 每一天都是一百几十点 慢慢地爬上去 还是一下是车一千点上去 那这个走势的分别就会很大 因为大家要明白到 以目前三万八千八百点的基数 那基数很大 它如果单日一千点 它吐上去硬来的话 也不是说是一件难事 但是这个如果 我先说一下 如果是一随一千点上去 反而是有见顶的可能 这样不是太好的 我们为由往后幸福 最好像这些形态 慢慢挥上去 才是最好的形态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最后一个 我们也说一下丰田两句 丰田也是出了业绩的了 业绩也是相当之亮丽 因此计算现在的预测 的市盈率仍然来说 都是相当低 至于我们引领大家 去留意一个破天荒的概念 就是反向应该留意 众人都皆鄙视的旧能源 然后就要小心生能源汽车 那你见到这样的上年年尾的idea 是为大家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功劳 直至到贡献 直至现在也是有的 那我们重新 其实TM 还有可能是经过少数的整股之后 可能还有得少少地向上 或者是像我们最好的 道指的股票 是缓慢地向上 暂时都觉得 这个价位也未必是一个大顶 当然 Tesla自己也是有少少的反弹 现在好像短暂来说 新能源汽车 或者旧能源汽车 都一起向上升 但是我们始终都会觉得 TM在一段时间里 可能都会有一个 今年它有开局相对来说 都是会不错的 相反来说 再加上似着股值 仍然相对比较正常 或者稍微偏低 因此我们仍然是维持 上升到形态 然后反复地一浪 再加上升到形态 直到可能有机会去到太高的价格 或者有些变动 那我们到时再在这里 有机会update 给大家听 好 整个幅片铺门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去完廣告 回来说ARM和Snap 大家好 我是朱sir 我是香港正式持有 证券及期货 条例牌照的基金经理 大家也可以上香港证监会的网站 搜寻画面上 这个中央编号 就会找到 朱俊文的牌照资料 相信有很多炒卖股票的朋友 都一定有听过 奇权这件工具 但是奇权到底有什么用呢? 首先是这张图 就是我朱sir 自己在富途牛牛的增仓 也是我自己想做的教学例子 我这个仓位 基本上九成以上 都只是做奇权 就甚少骂入正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收益相对比较稳定 就没说是大上大落 因为我们最重要 就是做交易 舒舒服服 尽量不要影响生活 其实我们常见实战的例子 有些什么呢? 为什么那么多大户 甚至连股神都喜欢用奇权呢? 这里就是六个大户 常用的奇权的做法 当中就涉及了很多混仓的技巧 例如怎样把short side的奇权 连同long side的奇权 一起混合去做一个组合 我们投资又好 还是投机都好 都一定会涉及风险 绝对不会说包赢 但是如果学会以上的奇权套路 整体投资的策略 就会变化多很多 例如我们可以尽量做到锁定风险 如何将原来的盈利 运用奇权再进一步 将它最大化 而且我们在奇权的数值里面 其实有时都可以看下市场的波动性 所以如果你想更加深入去理解 这些大户运用奇权的方法和奇权的知识 欢迎点击连结 报名参加我们的黄牌奇权教学分享广座 费用是全面的 到时我就会在广座里面和大家分享 这么多的我个人在这么多年里面的奇权经验和知识 但是就不会涉及投资买卖建议 我是朱sir 到时见 我们首先谈谈ARM 其实ARM真是很惊为天人 一只股份市值本身都是1,000亿美元附近上落 然后你还要是单日最激的那一刻是暴涨60% 因为业绩出来 当然当初也会有一些持股结构性因素影响了它 我们要非常承认 这个是大家币ARM 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稍后会再说 无论如何都好 都显示了美国的盘或者水 是真的非常之多的 喇叭是加息加到5厘也好 其实整个盘 那个盘都是一个很大的盘 流动式是非常之强劲 好了 那我们去看ARM 为什么可以硬是这么多 我觉得主要是由两大因素来造成的 第一就是它公布那份业绩 而特别是市场的 它来着新的季度的Forex 是大幅还是超过市场的预期 大幅也很重要的 譬如它的预测就是新的季度的营收 就是8.5亿到9亿美金 那相对市场最下估的预期 都是7.78亿 而我认为Elon Pashias 那个差距更加是有几十个百分百 市场预期的Elon Pashias 单季度是大约2毫米金 那它自己预期是有差不多3毫米 变成了大幅超过市场的预期 由于市场是一向定性ARM 虽然它垄断了手机 是90%的一些是晶片授权的所谓的市场 但是我们之前都科普过 其实这一部分赚的是辛苦钱 赚的钱的绝对值是不是太多的 而当时AR concept是未爆发得很厉害 那我们就会觉得它价和量都不是很升 结果客观的事实ARM出来 亦是打破了所有分析员的链 就是说那个量原来是爆发出来的 而这个量亦是跟AI concept的正式落地 令到有很多不止是手机 甚至是家庭的电器 或者其他相关的电子产品 原来都是有这样的需要 于是令到ARM相关业务的授权 费用的收入亦是增加了 所以令到它的量原来有所增加 推化了之前市场一般的旧有成见 当然了 在这个量 去到现在这一刻都见不到 那个价钱 即是授权费的价钱是有提升的 这件事真的非常困难 但是量的爆发已经令到市场 足以地改观 所以令到股费也是爆发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当然我都会很阴谋地 亦都是归架的因素 就是demand supply的力量 为什么呢? ARM由头到尾 在股权分布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大股东远银集团 即是孙正义 现在是持有了接近90% 再加上一些大型的机构 或者是认购IPO的人 之后 其实它的盘子 去到今天也好 只有大约6至7%的流通盘 那么你这么少的流通盘 其实当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时候 它随时是 用很少的成交量 就可以令到股份有很大的波动 所以这个也是爆胀了的原因 当然也不排除是淡仓书都说粗口 然后接着是盖淡仓的力量 这三股的力量 亦是令到股价是有可以爆升的解释 好了 那我们解释完了 那做人最重要是前瞻 那前瞻是如何 那我们看到高盛一份报告 也就是把ARM的每股盈利大幅调高 但是怎样调高也好 是去到2025年 每股盈利相信只有大约2个2左右 那当然啦 ARM事后反推最低50元的价位 那如果是2025年 是赚2个多的话 那那个价位已经这么高 就是现在开始提速增长 懒是高增长的股份 现在sell你一个高增长股的concept 那50元是真的很低的 因为forward PE大概是20多倍 那现在不是50元了 这个是不是哥仔 现在是过了8元了 那里面呢 那个预测硬硬 还不是算今年 是要信高成得来 高成要准确 不准确是说粗口的了 那之余呢 是要2025年的预测市盈率 都去到是差不多四十几五十倍的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 经过爆升的61% 充分地都反映了应该它的估值的了 那相信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会是比较高波波 可能动摘最高和最低 大概是三十元的範围里面 好像捱上一些波移 波来波去 波来波去 上海波来波去 那个机会呢 是会相对比较大些 那当然了 回套的空间呢 短期也不觉得会有太大 太巨幅的回套空间 那当然啦 回套的空间 也只是看有什么definition 它每一天呢 现在的阴阳烛 就算它报线完第一天之后 第二天呢 其实exactly的高低位 都有波幅炒的 对于即使它打正股的人呢 打中的波幅都不错的 因为它最低一百元 这一天最高差不多一百十六元 最高最低十六个percent 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 在每一天的阴阳烛里面 在短时间都有一定的波幅 如果是打一些day trade的人 可能在短期来说 都会利用ARM 去打day trade 都不错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对于ARM的预测 或者在股值上面 一些简单的拆解 那最后呢 再去到snap snap 其实是最致命的 说两句 首先呢 亦都想科普给大家听 snap 单日跌三十多个percent 可能人们觉得很震撼 或者很惊为天人 还是想软转提 snap 一直都有很多次的季度 是玩业绩公布后 是大插插的传统 不过呢 不过呢 之前是插的没那么厉害 动摘也是插可能10至17个percent 最厉害也是22个percent 左右而已 那么今次三成多 就去到太过火 所以才多人讨论 但是啊 多人讨论还讨论 我再想再重复科普多次 他这些这样的那么衰的作风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大家有一个明白的科普 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snap 在业生里面 是最大件事的 是长话短说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他那个 Monthly Active User MAU 是终于去到见顶 是有回落的迹象 你要明白 snap 毕竟是整个MAU 总盘 大概只有2亿多 2亿多 其实是 发展了这么多年 其实有多信息呢 基本上是比Bilibili Bilibili MAU都不止了 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而第二个对比就是 我们终极巨兽 是对标直接的竞争对手 虽然那个竞争对手 都不放在眼内 就是META 即是Facebook META 包括了他所有的Apps 他不止得Facebook 他有IG 那些 全家桶 我们叫做全家桶的MAU 其实是去到三十几亿的 OK 你想想 他三十几亿这么庞大的基数 仍然都有增长 增长的 我玩了这么多年 但Snap 就是 窒了在大概 这个范围 他一个这么小的基数 他这么快 已经是有一个 是倒退 是按连同比 极度轻微的倒退 这个老实说 是绝对不是一个好笑头来的 很多的曾经很辉煌过的一些社交软件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Apps的一些工具 当他出现了断季度 或者同比MAU 是一下下跌的那一刻开始 他初期都是假装的 可能是砌数也好 或者是对好 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永远是对好 初期的衰败 其实都是很轻微的MAU 下跌 然后再过多年 你以为他会被迫症 谁不知他每一季度 按同比和环比 就开始恶化了 最后就消亡 历史上也见过不少 这样的Apps 也曾经有这样的遭遇 因此 其实市场 真的会根据历史的经验 担心 snap 这一次的同比的倒退 更加一次性 是忽略的信号 还是说是漫长的MAU 下跌的开始 再加上snap 最后有一个致命的盲点 就是如果 股价升到最高17元 算是市涨率去到10倍 OK 市涨率去到10倍 即是股价相对资产正值 是高成10倍 OK 其实你在业务未增正复苏 或者未增正复苏 或未增正复苏化成功之前 10倍的PBook 本身是一个很高的估值 因此 萨维业的有所差池 那就堆下去 兼且距离资产正值差那么远 如果段季不断恶化 你想想股价会有多大事 慢慢潮着它极度低 可能每股NAV 只有1-2元 那个价位 慢慢跌下去 到时就会很麻烦 当然不是告诉你 一下子就去到那个位 又不是那么快 不可能的 别人是会断季看你业绩 如果断季都不行的话 他真的会慢慢向资产进发 到时这些高PBook的股份 到时就会很麻烦 这也是一个风险的所在 要提醒大家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就记得订阅、赞好 和留言支持 如果想放眼国际 静静地赢大钱 欢迎参加我们 王牌期权的免费教学广座 下一场是2月28日 先祝大家 再祝多次是新年快乐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是 是